给富豪生了三个孩子讲了40亿,如今小小举动看出他的真实感受。 给富豪生了三个孩子讲了40亿,如今小小举动看出他的真实感受。 在娱乐圈里,不少富豪都喜欢找一些刚出道的女明星为她们生孩子,比如杨洛诗就是其中一个,给李嘉生了三个儿子,降低了三个亿,并且孩子也有继承权。 而同样类似的情况,还有吴佩茨,也是如此。 吴佩茨,她的高颜值和好身材,一直都是她的亮点。 五官看着比较立体,不过整体看着还是有那么一点男人香的,也就是民间说的有点旺夫的五官。 而在吴佩茨出道24年的时候,从模特到演员,名气一直都是一般般,没有大红大紫,更多的是客串一些角色,参加一些时尚展会等等。 在吴佩茨35岁的时候,就怀上了富豪季小波的孩子,之后便开始计划的豪门婚姻了。 不过,直到生完三胎,吴佩茨也没有再提过嫁给季家的事情了。 只是在儿子满月酒的时候,和婆婆合着了,并且也晒出了礼物,但是儿子的爸爸则是没有出现。 之后在吴佩茨的生日聚会上,季小波也是没有到场。 不过,生完三个孩子后,光是给吴佩茨的奖励就已经有40亿了,过好自己和三个孩子的生活,其实都是没问题的。 而如今的吴佩茨,相比于自己的脸蛋,吴佩茨更注重保养着自己的肚皮,准备死胎。 而明明知道嫁不进豪门,但是却继续生孩子,看来吴佩茨也是没有什么安全感,想多生几个孩子来保全自己的地位。 不少网友都纷纷纷表示,生孩子对女人的伤害太大了,已经生了三个也够了的,就连吴妈妈也这么说她。 看来只有生更多的孩子,才能让吴佩茨感到存在的意义吧。 就像伊能静和秦浩的生活,虽然伊能静忙前忙后,但是她忙得很快乐,因为她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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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